不过今天一开始 我想先来请教一下三位 你们有没有在认真想过一件事情 就是还能够吃 从日本进口的海鲜这件事吗 跟我一样有在思考这件事的举手 江老师有 对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们都不吃海鲜的 我们吃 但是我们觉得说 因为日本海鲜卖的比较贵 所以我们都吃本地的 所以本地的还可以吃 大概一个月还没问题 要不慢慢流过来 一个月而已 那也很快 对 所以现在先好好的吃一吃 天哪 可是秋季的海鲜 不是都最美味可口的吗 好心酸 那波鸡是 不是 不是只有日本 它这个水排下来 台湾也会受影响 也对 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 就来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 现在我想我们今天第一个小时 谈了很多一些科学家的分析 他们这些专业的判断 当然每个报告可能结论不同 但是呢 就是有影响 这是真的 但是怎么个影响法 这个程度怎么看 时间要多久 我想各自都有它的结论 但今天 我们这个小时要谈的呢 是台湾方面 气象局告诉我们的答案 到底是什么 好了 来 赶快来先看一下 好 我们知道 8月24号 躲不掉了啦 就是要日本启动 核废水排放作业之后 我们该怎么办 我要讲的是污水 污水 核污水 气象局针对核污水 可能的扩散情况 做历史扩散分析 所以它是用过去历史的资料 来告诉你现在 接下来的答案 2011到2020年的历史海流资料去看 气象局还告诉你说 假设假设假设 很重要 所以说三遍 从2011年日本开始排出 韩川的废水 主要会往东太平洋 以及美国的西岸传输 过程当中 少部分废水会影响到台湾附近海域 那么根据它模拟的结果呢 台湾附近的海域 会在排放之后的 一到两年 还有四年 出现两次比较明显的川浓度 哇 我光是看到这一句里面 我就觉得问题很多啦 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因为在这个里面 什么一到两年啦 还有四年啦 说都会有出现川浓度 董哥 哪有说这个核污水里面 是只有含川的 对不对 人家专业的都已经告诉我们说 六十几种 都会有害人体 他现在拿一个川 来跟我们讲 这骗谁呀 而这里面的报告 这个结论 董哥姓吗 因为他现在 为什么要这样轻描淡写 第一个 因为日本很不巧 这个时候是 我们正在嫌疾 这个如果引起国人的愤怒 其实是会的 你光要想到说 我海产不能吃 我跟你拼命 对对 就会有这样 那我觉得 当然你可以看到 七项级当然要养成执政的民进党的讲话 那民进党的讲话 他们现在就抓住一个东西 就是国际原子人总署 他们挂保证 对 那大家也知道 IAEA挂保证就够了 IAEA的秘书长 他今天讲 我看得差点掉眼泪 好感动 他说我们 我们现在在 日本 这个他们的合议长 我们会设一个办事处 我们跟大家挂保证 那这保证 我们 而且我们定期跟韩国 我们有一些定期的会议 这个会议 而且我们必要 韩国如果要求 我们也会请他来我们这边看 我想 哇 怎么做到 那台湾呢 台湾呢 是啊 为什么他只是去应付 去对待韩国人 那台湾呢 是不是 不需要跟台湾人交代吗 因为台湾人不用交代 台湾的执政的民进党 日本人叫他干什么 他就干什么 根本不逼那个 所以台湾没有人在抗议 你就可以看到 台湾过去最喜欢抗议 除了民进党 这个政党之外 还有很多 摄影团体 现在都没有了 摄影团体在美洲 要进来没有了 可是在马航九执政 美牛要进来的 一部分的时候 他们有一百多个团体 陪蔡英文上街头 抗美猪 黑心猪 什么毒猪 毒牛 然后抗议了半点 陈吉仲还挂在里面 然后等民进党执政以后 通通没有了 所以我们台湾每天讲这些东西 你只要把它拿来做对照 真的就是会掉眼泪 跟韩国人比 我们要掉眼泪 跟过去的民进党 马航九执政时代 你真的要掉眼泪 那今天 这些东西 气象棋 因为气象棋过去 它是有风平的 因为它是专业单位 对啊 可是它是选择性的讲 对不对 讲得比较不严重一点点 那让你说 他们根据过去 那个海水在流的情况 怎么样 其实现在海水 是不是这样连我们也不知道 这气象棋 气象棋 我们所有的强将 也不是这样讲的 前年也不是 各位你知道现在全世界 多少东西都改观了 那这个极端气候 造成所有全世界改观 气象棋 它不讲 它就讲它自己的观察 其实它那时候 日本要处理的时候 周遭的国家 每一个国家都做 非常多的研究 尤其中国大陆 然后韩国自己 也做很多研究 那台湾呢 台湾就故意的把它清呼了 这个其实 最可怕的就在这里 所以民进党 他应该告诉国人 你们缓和缓到这样 迎报小公主站出来 我都缓和 我们新北三座核电厂 我都缓和 我新北没有核电厂 新北最后的核二厂 今年三列就已经停了 根本没有核电厂 你在缓什么 你缓和缓到现在 不缓和汇水 这个不是很奇怪吗 说到重点 董哥说到重点 对啊 你现在是怎样 现在是核废水 好像都怎样 都可以了 是不是 那现在我们在讲 假设假设假设 一直在跟我们假设 假设个什么 我们要的是真正的答案 清清楚楚的研究报告 好几份摊开来 大家一起来谈科学 不要谈政治 对不对 大家其实可以在我们的 聊天室里面 多多的留言 来表达一下 大家的意见 我们也很想知道 你怎么想这件事 因为其实你看 我们在观察 其实像德国 这边有研究机构 就说 从排放日 57天之内 这个放射性物质 就扩散到太平洋 大半的区域了 57天 就可以扩散到 太平洋大半的区域了 北京清大团队 也有宏观模拟的结果 告诉你 核污水排放后 240天就会到达 中国大陆沿岸的海域了 所以呢 这边的研究 告诉你240天 也很快哦 就几个月的时间哦 所以清清楚都有报告 那我们第一小时 我们也特别 也请教了 大家来宾们的意见 可是我们在接下来 就来请教江老师 那民进党告诉我们什么了 民进党立院党团 还在那里讲 是啊 严密监控科学验证 是我们的立场 严密监控科学验证 但是当然我们也同意 可是我们就要问的是 在民进党领导之下 做得到吗 然后现在就成如 刚刚董哥所说的 是秉持跟IAEA相同的标准 所以就是要信 国际原子能总署 他们的标准咯 行政院也会执行 海水 雨产 以及日本进口食品的检测哦 真的吗 行政院方面 真的会乖乖的 很严密的监控之外 还会仔仔细细的 去执行这个相关的检测吗 这个请教一下江老师 这个典型的社工号龙 那个字不念 也念社工号龙 反而反而反而 看到这个 从日本来的核废水的时候 不反了 社工号龙 社工号龙 也就是说 他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在科学的论述里面 其实各位都知道 就半真半假的论述 以假乱真 比说谎更可恶 因为让老百姓不知道 孰真孰假 他以假乱真 甚至会混淆了 为未来整个 台湾整体的 全民的食品 安全跟健康 其实伤害是非常非常大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对照一下 我们看到港澳 港澳从明天开始 它十度的水产 它通通就开始进了 它标准很清楚啊 对 那澳门还会 逐日的公告说 我大家做的检测是多少 也就是说 当没有政权上的需求 或者是没有选举考量的时候 不论是韩国或者港澳 他们态度都很强硬 你这个对整个我的国民 跟食品安全有疑虑的 我就要求 不论是我们自律 或者要求对方 有具体的表现 或者数字公告 他都明明白白 要做得非常的清楚 讲明白 只有我们这边 气象局当然现在 气象局就很干换人了 天位难测 不会 天位不会难测 我们的天位 就政治正确四个字而已 目前看来就是如此 你说气象局也搞政治啊 政治正确 政治正确 也就是说 如果他只是假设 假设假设 这个落水三千 取其一瞟眼来告诉大家 假跟真这些民众混淆 认为这部分的真实 是全部的真相 那是错的 这比谎言更可恶 在科学论述里面 你一的就要 整个全貌要告诉大家 气象局过去的形象 非常的好 你就把所有的这个 从天气的预告 到这个模拟啊 具体的内容告诉大家 说了三次假设 假设假设 其实这是多余的 这就怕担心 会被执政党K嘛 这其实没有必要 天行见君子自强不齐 这个地球也许将来会毁灭 但不会那么快嘛 它那个洋流的速度 或者是水流的趋势 它不会再瞬间改变 所以这所有的模拟 它有一定的准确性 跟可预测性 这是科学嘛 科学就科学论述 不要搞政治正确 我想这样对整个台湾 跟整个对未来民众 在保护自己健康的时候 会比较有所选择嘛 所以我想 以这个 从这个角度来看 就是究竟是 政权的保卫杖 比较重要呢 还是人民的健康比较重要 如果台湾的民众 一直都处于这种 不论是吃 等下后面会讲到的美猪啦 或者是这种 有核废安全疑虑的食品 这块土地 如果人民都不健康了 你拿到政权 你也不过是比 盖尔邦更差的一块 一个政权而已嘛 所以我说 气场局也好 或者是民进党当局 如果你真的要让 台湾的民众相信 你有决心 而不是口头上 过去骗老百姓这么多次 这次证到完真的话 那就用信用来立位 所谓的微信 也只是以信用来立位 而不是用微来立信 所以你那个数据跟公告 每天 要很清楚让大家看到 来检验 你给我一把尺 老百姓自己去检验说 你今天公告 就像那个PM2.5一样 过去在中部 有些学校 或者是北部 有些学校 他们自己也做 做那个监测器 每天空气多少 跟你国家气场局 公告的数据 或者环保署公告 大家做对照 你真假 马上就出来 手机下的APP都有啊 所以如果我们的气场局 也能够做到这样子 就是你把相关的数据 很具体的公开出来 做完整的真相的一个呈现 老百姓自己会去检验 这个你做的 跟别人做的 是不是一样 有中间若根的差距 那这样就可以了解说 在整个食品安全的过程当中 我们怎么样保护自己 我的结论是 食品安全 要用最高的标准 它比道德更高 道德也许不会杀人 但食品安全不够的话 老百姓就会死掉了 这是人民的生命 财产跟自由 好 我刚刚讲到 检测这件事情 我其实非常的忧心 因为呢 这个波基 我们其实都知道 政府都说 会为食安把关 可是在光讲到 检测这件事情呢 我想过去 有历历在目的 很多的案例 都让我们实在不安心 今天呢 你在讲 对于日本的 这个进口的水产品 鱼产品等等 我们到底会如何来应应 今天食药署 还有副署长 也特别来告诉我们 说目前不会改变 对日本水产品 边境管制措施 好 那么今年明年 规划是各抽样 100件 好 未来如果有发现 异常会跨部会的 启动因应措施 好 当然一方面一开始 我们跟港澳来比较 其实就已经是什么 已经松很多了 人家是整个实现 水产品是禁止进口 而且不是只有水产品 它包括蔬菜 水果 其实都有禁止 禁止进口 我们只是没有 把这个细项写在这里 可是呢 你知道 现在他说 我们已经比较宽松了 然后还说 今年明年 规划是各抽样 100件 100件够吗 我们进口的不是很多吗 这个数字 没看到就算了 看到反而觉得 更担心 波吉 其实如果今天 我们用所谓的 抽样的比例 如果都是 那个穿水流出来 核废水流出来的 所有人都会中 他抽几件不重要 你懂吗 今天只要抽一件 有中了 那个就是有 就是有影响 抽几件没有那么 那个就好比说 我们今天那个 民意调查 大概说1000份 我们也不会 2300万人 全部都问完 为什么 抽样有它的意义 可是抽样的数量 不是重点 重点是 你是认真抽样 认真检验 还是玩假的 我最近都在等 民进党的人说 比照当初 有没有 那个 骂猴友谊的 重启个叉 有没有 小公主说的吧 对我在等啊 我在等你们反核啊 现在核废水要排 排放的差 日本的这些 你们怎么可以排放 我们反核的 那个赖净林 在他的这个声明里面 讲反核是他一生的职业 再生能源的价值 多么伟大 结果今天碰到 立刻哦 你看前几天才辞 这个总市长 这个声明才发 马上碰到这个 核废水的问题 全部晋升 没错 又是一个双标 所以我刚刚董哥就是 这就是再一次凸显 民进党的打假球嘛 反核 当年讲核四多危险 多危险 都拿日本福岛核灾 告诉你说 多可怕 那个时候就讲科学了 现在 就现在又说 我们都遵照国际的 这个科学的这个标准 奇怪了 奇怪了 这是什么标准 我就要问 对 波及讲的对 你反核电 结果呢 你不反核石 你反核废水 但是你不反这个核污水 这是莫名其妙吧 对不对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 以这个 第一个园能会也好 不管是我们的 这个卫福部的 食药署等等的 或农业部 我觉得所有主管机关 他有没有办法 有一个跨平台的 比如说是哪些 哪些 这个产品 比如说是水产 比如说是海产 比如说是盐分 盐 等等的 就是说这些东西 有可能受到影响的产品 有哪些 哪些是高风险 因为 现在我觉得最悲哀的是什么 你知道我们很多媒体的报导是说 要怎么做 才能够把 让体内新陈代谢快一点 就是大家已经准备好 要吃了 对 我们只能自力救济 多喝水 少吃深海鱼类 多吃维他命息 帮助他新陈代谢 我们的国门 我们的关卡 我们的食安的把关 是零 好不堪 对 是我们的官员 就是这种把关 所以才害得我们这样 反正他就说 反正这些东西 你吃进去 可能这个一百年后 你才会知道 到底有没有影响 这个叫霍炎子孙 其实这个最可怕的不是我们这一代 这个流放下去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 它的影响才会开始 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 比如说鱼类的突变 以前在核电厂的外海 都有什么 避雕鱼 大家记不记得 只要看到一只 就说你看核电厂有问题 以前反核团体 最喜欢拿这个案例 来当这个说法 那以前核电厂的科学的说法 就是说 因为核电厂旁边的海水 可能会有暖化 所以会导致 鱼类的这个生长的状况 会改变 它是可以解决 当时也讲了一副没事 可是如果今天跟你讲说 你这个避雕鱼 卖到这个市场上面 你要买吗 你要买吗 所以一模一样的道理 所以如果今天 对人民的身体 或者说食安 会造成困扰的 政府没有办法把关 就是失职 好 董哥 我很快 时间不多 我请教一下 那今天我们看韩国 他们现在总统是投预算 亲自主导要做视频 告诉大家什么呢 要告诉韩国人 日本核污染水是安全的 哇 被骂翻了 那虽然的钱 你敢这样花 你韩国政府这么做 小心啊 你真的会受到历史审判 但是我想 台湾不会吗 台湾不会像韩国总统 是这样做视频吗 因为像韩国为了 拉拢美国跟日本 好的不得了 所以现在 日本鱼不能吃 韩国鱼也不能吃 你知道吗 是不是 那国际 我们在核四在盖的时候 民进党每天反 后来国民党就找了说 好那我们找 国际原子人总组 IAEA来 他说那是很安全的 美国棋义厂盖没问题啊 民进党不相信 那大家知道公投的时候 他又找出一个处长 叫徐永辉 徐永辉说 我们花了三十年 花了三千万盖那个 核四厂是不安全的 我说全世界有 这种脸皮的公务员 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你每个薪水十几万 然后盖了三十年 说我盖的东西 是不安全的 就跟气象机一样 公务员都必须去 做指路为马的一个标的 对不对 那今天看到了 IAEA说核四是安全 民进党不相信 然后日本排卫会者说 IAEA说是安全 那你是选择性 已经到了匪夷首斯了嘛 对呀 所以我刚开玩笑说 日本鱼不能吃 韩国鱼也不能吃 台湾鱼也不能吃 因为总会流来 对不对 迟早东东不能吃 因为民进党教国人 这么多年来 缓和三十几年 他们的理论讲怎么样 这个核有辐射 辐射在空气有 在土壤有 在水源有 在海洋也有 那等于说无所不在 那无所不在 所有东西都是不安全的 所以我们缓和 是他的精神 那现在 核味水放出来了 它核味水 将来也会污染到土壤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 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 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柔澳